我們今天晚上來參加小岩井農場的夜間點燈活動 這個就是他每年都會避展的銀河鐵道 你很失禮喔 人家是要來嚇人的 牛奶盒做的藝術造型燈 這裡還有一個小朋友最愛的迷宮 我們今天晚上來參加小岩井農場的夜間點燈活動 小岩井農場在冬季的時候都會有做這種造型點燈的裝置 每年展區的點燈造型都不太一樣 但是會有幾個是最大主題的 大概不會太會動 這個就是他每年都會避展的銀河鐵道 這猴子還可以上去參觀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嚇死人耶 這更恐怖 嚇死人了 這是萬聖節 每一間都在嚇人 這是狼人 嚇死人了 等一下這是什麼 你們在嚇什麼 你很失禮喔 人家是要來嚇人的 這個還好 這很像浩克 他做得好生動啊 為什麼我怪你笑著這樣子 這是一個狗喔 這是什麼啊 竹頭人嗎 喔 還可以動耶 可以動嗎 我可以吃這個狗人嗎 這上面有蜘蛛 這上面有蜘蛛 有蜘蛛 要上來啦 這個怎麼可以不上來 這什麼啊 好恐怖喔 這全部都是人頭呢 全部都是人頭耶 看起來好詭異喔 最後這裡還有一隻 這下面也沒掉在半空中 真恐怖 這裡好陰神啊 然後這邊那個 小雪人這麼可愛 後面配這種景 繼續往前進 好恐怖喔 猪頭人 好像不是蝙蝠人 這邊也有一隻耶 這個魔物庫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它背後有這個啊 對 最後又是這一隻 會嚇人的 不知道為什麼 長大以後 覺得這種東西看得不可怕 有時候會覺得很好笑 好快 好 所以 那個鬼屋比這牛還可愛 剛才那個鬼屋比這牛還可愛 然後還有燒肉 這是抽菸的嗎? 那也是一個關東補麵 但是他今天沒有開 這些都是他們的文化遺場 還有這個小動畫,好可愛喔 媽,你去點,看你要點哪一個 可以 可以 他們很厲害耶,還可以上色 他真的很會做耶 怎麼有辦法做這種東西呢 你說怎麼啦 是衝衝衝 這影片是 是這麼小衝衝啊 這裡也有一些販賣部 都在賣一些農產品的東西 我們要追蹤的夜 我們要跳到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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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兩人走開 一人走開 沒有寝 沒有停 我們要跳到的頂上 有馬鵝 有馬鵝 狼鵝 羊鵝 雞 還有牛鵝 這一間是在賣牛奶的拉麵 這個是用牛奶盒做的藝術造型燈 然後這個是牛奶瓶的造型燈 然後這個是牛奶瓶的造型燈 這裡很溫馨啊 這是什麼啊 小朋友 這隻是真的 小朋友請小心 這隻是真的 這個星光長蠟 這裡是可以拍完美照的牆嗎 這個園區大概逛魚圈 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販賣部 看一下有什麼吃的 一直講販賣部販賣部 但是講到現在都還沒有吃到想要吃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想吃的東西 可能像是熱的牛奶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奶製品的東西 這裡還有一個小朋友最愛的迷宮 我看小朋友都在這邊玩得很開心耶 然後大部分的大人玩得最開心的 就是剛剛那個鬼屋 整個園區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 大致上一個小時就可以走完了 那我蠻推薦如果冬天 有來到聖岡這裡的人呢 可以順道過來小燕井農場這邊一趟 那交通也蠻方便的 直接在聖岡車站就有固定的巴士 會直接接送到小燕井農場 一人是730日幣單趟 然後出發跟回來的時間 我覺得都訂的還蠻好的 一天好像有兩個班次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玩 如果帶小朋友的可能更適合喔 可以來這邊放電一下 我剛剛一直跟大家介紹說這個是小燕井農場的夜間點燈活動啊 但是它有一個正式的名稱叫做銀河農場的夜 好那我們點燈看的差不多了 聖誕啦公公跟我們說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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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可以睡一睡 這好薄喔 可以一樣東西啦 這裡的火鍋是12月15日 對 我們今天從小燕井農場回來之後晚餐就是吃超市的便當 然後還有這個炸豆腐跟炸茄子 看起來都不錯吃 然後終於買到了我想吃的地瓜 我剛剛微波的時候覺得很香 這個茄子很好吃耶 他們這種茄子都是這種肥的茄子 我超愛的 它這個肥的茄子 茄子會超重的 非常好吃 然後我的便當就普普啦 堪吃而已 因為也很便宜啊 那你這個地瓜覺得怎麼樣 有一點臭味道很甜 沒有道很甜啊 它從我們去高山的那個很甜啊 那裡面都是蜜 我們在那個東京看的時候 這一條都要十五百 兩倍的價位 有時候季節毛關 還是不錯吃啊 很好吃 今晚的午後奶茶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我買到了小燕井的牛奶 這是只有東北才有限定販售的 喝起來真的很香耶 小燕井一定要喝 吃飽了 來吃一下這個 在聖剛車站買的點心 這個他說是他們店內的第一名 我來猜猜看是什麼 這一個160日幣 其實也不算貴 看起來賣相還可以 聞起來有淡淡的起司香氣 代表是地瓜 它吃起來整體像地瓜泥 然後裡面有放一些奶油的感覺 這個是地瓜 這應該是卡斯達或奶油的 不過這一款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很便宜啊 三十幾塊台幣而已 而且很軟 然後很綿密 基本上老少嫌疑啊 可以買 再來吃這個蘋果派的 看起來像蘋果派 我不確定是不是同一家店買的 對啊是蘋果的 蘋果的餅乾 這個我好感度都很低 因為我曾經在親生吃過好幾款 我覺得都不好吃 這個好像也160 它裡面是真實的蘋果 然後應該有加一些糖下去烤的 然後它這個外皮是有點 它是軟的 可是也有一點酥感 沒有到很酥 可是是酥跟軟的結合 這外皮完全就是只有香氣而已 沒有什麼甜味 會先吃到外皮的麥味 然後才會咬到這個蘋果泥 然後整個綜合起來 我覺得剛剛好 這個完全不甜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耶 它比剛剛那個好吃 很多 要買要買這個 這個可以買 然後有效期可以放 大概一個月啊 主要是它這個外皮很強 因為其實裡面那個蘋果 只要你用親生的蘋果 然後品質不要太差的 烤出來都差不多啊 但這個外皮很重要 它這個是有點軟 加一點點酥的口感 吃起來很好吃 因為如果是軟的 我之前在親生吃的都是軟的 那個不好吃 一點都不酥 而且通常這個外皮都很甜 那你外皮很甜 再加上這個蘋果泥 整個就是實甜啊 實甜怎麼會好吃 這款可以買耶 這加的都很厲害耶 這個很好吃 而且又便宜耶 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們在聖剛這兩盤住的飯店 那因為我們已經住過了 所以房間看起來會比較凌亂 是有使用過的 不過這樣子開箱起來 會比較精確實際一點 那門口 右手邊進來以後 這邊是衛浴 有一個蠻大的流理台 然後吹風機啊 熱水瓶這些的 大概應有盡有啦 然後基本上 換洗的毛巾都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因為被我使用過 不然看起來其實是蠻簡約的 而且是走木質的日系風格 這個我很喜歡 那基本上浴室跟廁所是分開的啦 那這樣子的設計是最好的 不用擔心說會互搶 然後它的浴缸蠻大的 那還有一個蠻大的優點就是 它有兩個水龍頭 這是洗澡的那個是泡澡的 所以你在洗澡的時候呢 泡澡就可以同時放水 等你洗完之後呢 就可以剛好進去泡這個澡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如果懂的人應該知道 這個超方便的 因為有些飯店它是一起的 那你就是邊洗澡 你沒辦法邊放水啊 這個會有一個時間差 再加上它泡澡的那個水龍頭 的水超大 大概洗澡時間 浴缸就整個可以放滿了 超強的 所以這個浴室 非常的讚 我給很高的評價 再來 然後再來這邊是廁所 就是標準的啦 然後用到最好的 偷偷的免資馬桶 那這個就沒什麼好說的 值得稱讚 再來 主臥的空間可以看到蠻大的 這個床是我有把它挪出來一點點 因為它原本兩張床靠太近了 所以這個不要誤會 這是我自己挪的 走道上還是可以開 兩個29吋的行李箱沒有什麼問題 那就算我把這個床移出來 空間還蠻大的 枕頭 它是給兩顆的 一樣是有硬有軟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是睡覺習慣 要有兩顆枕頭的人 那這個床墊 我有摸過 這個是比較好的床墊 它不是軟塌塌的 然後它也不是非常硬的那一種 就是軟硬非常的適中 躺起來非常的舒服 非常好睡 然後再來這邊是有一個沙發椅 然後這個沙發椅應該是三人房的時候 可以打開這邊也可以睡一個 不過就是兩人住的時候 這個沙發椅很重要 我覺得剛好可以在這邊吃個飯 吃個水果 因為還沒洗澡前 我都覺得躺在床上蠻髒的 那有這個沙發椅 我就可以躺在這邊先耍飛一陣子 再去洗澡 所以這個沙發椅很重要 那採光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間房間有三道的窗戶 這邊一個 兩個 然後那邊還有一個 第三個 房間標配的就是空氣清淨機 冰箱就是也很簡單 這個都大同小異 然後這裡是放茶水的 那整間房間就是走一個日系的簡約風格 剛好是我最喜歡的 所以我在AGODA看的時候 我就看上這間飯店 我就決定來住一下 那現在是六日 我住的剛好是六晚跟日晚 折台幣一個晚上 大概2200左右 所以我覺得也還蠻划算的 就是以六日的條件下 能住到這樣品質的飯店 已經算很好了 而且這間飯店 整體來說還蠻新的 也沒什麼灰塵 個人是很推啦 再來很值得幫他們加分的 就是飯店備品的部分 他們現在跟向鐵一樣 都是蠻注重環保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一樓自己拿 那我拿了幾個對我來說 比較重要的備品 第一個是洗臉的 那他們現在都是做成這種小包裝 蠻精緻的 而且品質也很好 然後再來是棉花棒 洗澡的毛巾 然後梳子啊 牙刷這些都是固定的 然後一樣比較加分的就是 它有這個入浴料 而且它有三四種口味 我會再補畫面給大家看 然後以及最重要的 有這個面膜 而且是日本製的喔 我覺得真的很棒 就是住個飯店 它的備品 就是要給的夠齊全 然後總的要非常的多 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這些是我挑的是 我有需要的 但其實它還有很多 是我沒有用到的 我只是我沒有拿而已 所以這家飯店在備品上 就提供了蠻齊全的備品 讓大家可以使用 所以這點幫它加分 真的做得蠻好的 好 那我的開箱就是這樣子 我來下去拍備品區給大家看 順帶一提啊 這次旅行 我原本自己帶了兩雙鞋子 因為我知道會遇到下學的機率蠻高的 所以就是一雙防水的 然後這個是我平常在穿比較輕便的布鞋 然後基本上我這個人 蠻喜歡Nike的Free系列 所以我在仙台Outlet的時候 我就特別繞過去看 被我撿到一雙蠻便宜 而且蠻好看的鞋子 這雙我在日幣打完折之後 我只大概花了1300左右 我就買到了 也蠻推薦大家如果有來日本 基本上鞋款 都比台灣便宜的非常的多 這裡是一樓大廳的貝品區 其中最好用的就是這個 三種口味的入浴劑 然後咖啡也不錯 是綠瓜式的 然後這是上面的 真的蠻多的 應該是符合每個人的需求 然後這個是最好用的 我覺得 而且不一定每間飯店 都會這麼大方的給 這間飯店啊 我非常的推薦 所以我最後決定 再給他一個整理完的畫面 還原一下我剛入住的樣子 不然我之前開箱的時候 是我們使用中的比較凌亂 那房間進來以後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連身鏡 然後再來是主臥室 空間真的蠻大的 以這個價位來說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旁邊這邊有一個沙發儀 那整體空間算是蠻明亮的 採光也非常的好 然後這裡是空氣清金金跟電視 再來是衛浴 衛浴 廁所 衛浴的部分 大致上再幫他簡單的宣傳一下 這間飯店真的不錯 如果來到聖岡這邊的 這間飯店我蠻推薦的 整體很新穎 設備也都不錯 複的冠洗用品 我覺得也比其他建的還高級 整體的設備啊 大部分也都採用不錯的 像馬桶就是偷偷的 空氣清淨清就下譜的 整體的感覺有比較高級一點 在這間飯店裡